我们现在来到青岛威士忌酒厂 听说中国第一瓶威士忌是来自于青岛 到底是真是假 我怎么会知道呢 所以我们邀请到的是青岛威士忌的余总经理 由他来跟大家说分享 你敢敢说中国第一瓶威士忌就来自于青岛 为什么 好 大家好 首先呢 你想知道为什么呢 一回呢 社长会带大家看后面的镜头 但是我可以在这里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中国第一瓶威士忌正是来自于青岛 来自于1912年青岛就建厂做威士忌 未来呢这个威士忌呢老厂现在还在 社长呢一会儿会带大家看看我们百年的老酒窖 百年的蒸馏府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当年的这个威士忌酒厂现在还在 是吧 就在里面对不对 对 我现在就要闯进去咯 可以啊 我们不客气咯 好 走 走 1912年青岛威士忌诞生 由德国人克劳克所创建 1930年命名为青岛美口酒厂 1959年改名为青岛葡萄酒厂 威士忌蒸馏设备则纳入该厂 2008年该厂列入青岛市集文物保护单位 你现在目前进来的就是青岛威士忌酒厂的一个车间 然后呢你现在目前第一个看到这个吊栏 它是因为蒸馏完了以后呢 要把橡木桶放在这个吊栏 然后吊到地底下去熟成 所以这是第一个你看到的位置 走 现在目前带各位观众来看到的就是 早期青岛威士忌蒸馏厂的车间 你看到了不要吓到 因为这可能是在台湾首次曝光 据青岛威士忌表示 当年所使用的橡木桶属于蒙古利品种 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水油桶 目测发酵槽共有12座 而这一座谈话槽已经有着历史的痕迹 酒厂共有两对蒸馏器 小巧精致且造型皆不同 现在目前这个位置就是 青岛蒸馏厂的地下室 然后这个地下室现在非常非常的潮湿 而且走路非常非常危险 刚刚我们的摄影师已经跌倒了 你现在目前在拍我的人是第二号摄影师啦 很危险的哦 慢慢走慢慢走这个危险 如果我这部片还可以上映的话 这代表我没有瘦身我还活着 然后呢我们来了这个蒸馏厂以后 下次它文物文物开始的时候 我们千万不要穿白色的鞋子 因为会马上长掉 我现在很像那个很像一个老人家 走路相当缓慢因为我怕跌倒 我们现在目前位于的是青岛威士忌酒厂的一个地下酒库 那这个地下酒库呢一共有11座 那这每一座的酒库里面呢 每一个橡木桶它的容量都非常夸张 所以在早期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储藏量非常大 你现在看一下他们现在目前的橡木桶是不是非常的大 好那我给你看一下它连玻璃瓶都还留着哦 你看看它早期的这个都完完全全它都没有去处理 而且未来这边就是文化的交流中心 所有的观众如果你来到了青岛旅游的话 切记查一下青岛威士忌酒厂有没有对外开放 这边是中国的第一个威士忌酒厂 你一定要来看看 这个视频点上 garbage 我给大家看看 你看看我们来看看 我们都给大家看 这一关传统是小词银楼变成的 在那里 我们都给大家看 在这边 结果 我们都给她 你 是 z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